彭虎画有第七集 这一集的教学示范 就是写生彭虎马公寺观音亭海边 被台风吹倒 然后再重新生长 变成华生树形的木马房 那一大片的木马房都是这样子树干 原来的树干都倒在这个沙地 然后它重新在枝干的地方长根 重新枝变成树干 变成华生形 就是说像竹筏那种树形 那这个树的形状有比较多干的像虫生 虫生就是很多这个树的枝干 在一个地方长出来 但是华生不是 华生就是一根长长的树干 然后每一段的地方再长根再长枝干出来 这个叫华生 这是很奇特的树形 这个树形也可以观赏到这个树木坚强的生命力 2020年的4月 2020年的4月 我去澎湖县文化局 这个中兴画廊 举办我策划的跟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合作的台江湮坡专题展览 然后顺便就骑着脚大车到处踩风雪声 那无意间呢 在这个澎湖的观音亭海边 看到一大片这个华生树形的木麻坊 每颗的造型都非常的奇特 这个让我很感动 就是树木这个这么坚强的 继续存活的这种生命力 真的让人家很感佩 那至于大片的这个木麻坊树呢 这种树的林象呢 在这个盆树上 它属于华生树形 那这个是很少见的 可以作为这种自然生态的一种教室 所以这一大片 当然是因为这个 一个美丽的原因而流存下来 不然一般台风倒掉 吹倒了大部分都锯掉重新种 但是这一大片还能够保存到现在 那这个 盆树县当即 最好是能够继续的把它保存 不要砍除 这是很珍贵的林象 那从这个 我骑脚踏车 到观音亭 这个地方有个牌楼叫西营圣镜 然后正对面一个拱形的这个牌楼 那个就是从那边进去 就是观音亭 观音亭可以欣赏这个 就是西营的落日 就是晚霞 这是藤武八大井之一 就是西营圣镜 從這個地方下去 那這個海中這個有做一個這個紅橋 好 主要是增加光閃的握地鐵引擎 然後再往右邊的方向前行 那這個發現主要是去上洗手間 這個木麻房處剛好在洗手間的兩邊 大片 這個時候是漲橋的時候 這個海水都到這個流體 現在這個地方是填海出來的海埔新生地 這個以前這邊都是海邊 那主要填出來變成一個休憩 好 觀賞過濾的地方 現在往前直走就是 在過去就是有用來 就是洗手間 那出門在外呢 這個乾淨清潔的地方 這個讓大家方便就是很重要的 現在是失業分是 橫湖最風和日曆的這個時節 那在東天的話 那海風是非常的強勁 像這個白水木也是一樣 只幹都往這個岸上的方向 因為被海風吹的關係 因為被海風吹的關係 現在前面的這個就是木麻房 這個整個枝幹 大部分的枝幹都倒在地面 然後再重新再長枝幹出來 木麻房一般都是比較抗原混 而且耐含這個風吹 所以它當作黃風林 這個木麻房都是倒了之後 再重新長枝幹上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原先的這個樹幹是倒伏在這個沙地上 然後變成一個 這個叫華森樹形 這個是很少見的 而且它另外在長枝幹的地方 又重新長根 就有點像澎湖通陽大龍樹一樣 這個原先也是倒伏在一棵樹 另外在長枝幹 然後另外在長根 那這些樹呢 為什麼都是這種造型 那 據這個當地 那一天我碰到一個當地的人士 在這邊 休憩 然後我就問 問他 他也很熱心 主動就說 哇 這個是有一次的颱風 不知道是 偉恩颱風還是哪個颱風 就把這一片的這個木麻房樹林 全部吹倒 那吹倒了之後呢 這個 當然這個縣政府啦 還有什麼這個 嗯 可能是因為限於經費 也沒辦法去把它砍出 再重新種 那當地人士就把這個 倒伏的這個 只要擋到這個人行道的 把它把它鋸掉 然後其他就是 任其倒伏 那後來就慢慢的這個變成 這個枝幹就變成樹幹了 那 貼在地面的地方 又重新長根 變成一段枝幹 它長了很多的枝幹 然後枝幹的下面又長根 長到地面去 那這個叫做 滑生 祖滑的滑 滑生樹形 你看他這個又重新再長那個枝幹上來 這個 植物的生命力真是堅韌 這一大片 這一大片 通通是往這個 陸地的方向倒過來 非常特別 非常特別 那這個是一個很 很珍貴的生態的這個 也可以當作生態的教室 啊 就是滑生樹的林項 啊 就是滑生樹的林項 那邊的地方再長個 重新長根 再重新長一個枝幹出來 非常奇特 啊這個原先是被林項拔起的這個 啊 倒下來的這個當時的情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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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 這種的 一般人都不可能都不會覺得這個有什麼美 但是這個這個的美是一種 象徵 象徵 而且象徵這個 這個堅強的 這個掙扎求生存的那一種 啊 B狀的這種美感 還好沒有被砍 砍除 那像這樣的這個林項是值得好好保護的 真的是非常的特別 而且它長出來的枝幹也都是啊 只值得這個 往上面 因為植物 它需要光合作用 所以它一直往上長就是要爭起陽光 看 像這樣的根部就好幾個點 只要接觸在地面的地方它就重新再長根 就能鑽到地面去 你看像這個長過來這邊又長根 啊 這邊也是一樣 又在長根 這有一點也是類似像通榮大龍樹一樣 通榮大龍樹是因為這個 也是因為海風的關係 這個廟剛好把風擋掉 所以那個龍樹沒辦法 頂多長到廟的高度 然後它就只好這往四周一直蔓延 然後垂下來的氣聲跟久了就變成樹幹了 其實不方便會有四周 小鎮 熊水 南的山上 提起 還有一個 那這個旁邊是這個地面都是沙地 這個的造型真的每一顆的造型都非常的美非常的奇特 你看這個有些樹幹就虎朽了 但是還可以依稀看到原來的樹幹這個牽連 互相連銜接 這個地方應該成為這個旅遊的景點之一 那有些喜歡生態的遊客也可以來這邊參觀 甚至導覽解說他這個植物生長的這種形態 這種特殊形態 那這個一大片能夠這樣一大片 剛好在廁所的兩邊真的是很不容易 你看這個樹都是多大了 也都是年代很久的 我人站在旁邊都覺得這個人渺小 這個都是根 那因為被風吹倒有些落到地面來 那但是其他的根還一直砸 把它砸在地面 你看一個樹幹倒下去以後 它重新再長根 重新再長根 重新再長枝幹出來 所以呢 這個可以叫說 單木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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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個樹林 華森的這個樹的這個生態 就是可以單木成林 這個植物 這個植物是特別特別大顆 而且特別奇特的一顆 這些樹 這些樹應該是要好好的保護 留存下來 那年代如果越久的話 就更珍貴 這個變成地方這個的一個文化的資產 所以縣政府一定要很重視 像這樣很難得的這種木馬房華森林相 我可以把木頭都收到的地方 有些木頭 在手裡 原來是個樹木 在這裡 那是不足的地方 那是不足的地方 在路面 是有些木頭 在路面 那是有些木頭 的地面 在路面 可不可以 那是不足的地方 在路面 在路面 这个步道的两边统统是 这个植物呢,它也是一种这个自然界的一个珍贵的资产 就是这个步道的两边 还有这个步道刚好经过厕所 就是厕所的两边 这个树的造型都很特别奇特 而且很漂亮 这边统统统统统统 那像这个这样的树形 你再强的风要再重新吹倒它 更不容易了 因为它地上到处都支撑着 而且都长了根 可以说是抓住地面抓得牢牢的 因为一次的台风 所以造就了这个它的美丽 那也显现了这个植物啊 在大自然界 它另寻生路 它这个坚强的生命力 所以这幅画示范的话 我就写能生人期的勇者 在这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大片真的是很壯观 有些树干都已经腐朽了 但是它重新再长枝干出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这个步道再进去一点 也有这个白水木 像这个白水木也是很高大 这个这颗白水木旁边另外一颗也是一样 被风吹的在地上打滚的样子 在澎湖也蛮多的高大 这个年代很久的白水木 那示范的作品就是表现这个华生的木麻坊 首先准备这个生鲜纸 就是会吸水的这个宣纸 那我们画的时候 就是先画树的枝干 然后我们在双锅 突然感觉中文字幕纸 根本上是一种结婚的生鲜纸 并不进去的 把细腻霑的这种飢柄 也有一个比较干预想的 有一个比较多小派100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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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